对这个太极拳要讲究一气去的这个功 如果说你气力没有 你关一个太极招 拿去对神经没有多大注意 注意在他离太极拳的时候 知道一吸一呼 一灯一净 一上一下 现在师父给你做过十万灯灯 这个气怎么进来呢 这个要打开去的时候怎么这个气进来了 到了这个单击地方 那我就写给你们 怎么把这个气吸进来 你看 走 你看这个气的 慢慢慢慢就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 我妈妈把这个气这么来使用 你可以摸一下 你打得可以 一力 出力 对 对 有些你太极的时候 你把这个气力提上来以后 会换起走 坐在太极的时候 一下 走 这个气就到手上 到这个手上 坐在太极的手上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打太极拳 凡是操啊 就是你人为的力量在动作 那都有运动伤害 那都会有运动伤害 装滚他是都是气在动的 而不是说人在动 人在动是没有用的 他完全是气在带动的 你起根讲究的是三点 第一 就知道怎样 吸气呼气 第二 又有一个意念 有一个心意在这里 第三 有运气的时候 手与脚与气 心动 吸动 手动 把步 摸球 手掌向外 鼻子吸气 哈 要好几打开 手掌向外 鼻子吸气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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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